大家好,我是容儿 夏天温度高,比较适合发豆芽 接着咱们就来发黄豆芽 自己发的豆芽健康又脆嫩 随便炒一炒也超级好吃 先来泡黄豆 100克黄豆加水泡上一页 第二天,豆子都会变得圆鼓鼓的 接着沥干水蒜后先放一旁 准备一个绿篮 不是直接用到蒸锅里面的那一层 可以漏水就行 然后先铺上一层纱布 再把黄豆全部倒进来 不平整后将纱布叠起来盖住豆子 接着倒水淋湿纱布和豆子 记得每天早晚各冲一次水 然后盖上盖子 如果透光的话再盖上一块布 两天后黄豆已经全部发芽了 继续浇水后盖上盖子 四天后黄豆芽全部长高了 也发好了 最近的温度比较高 花豆芽也是特别的快 新鲜的黄豆芽脆脆的嫩嫩的 取出来先剪掉根部 然后清洗一遍就可以开吃啦 无论是凉拌还是轻炒都好吃 不过我们家还是喜欢炒的吃 起锅肉油 下葱花大蒜大香 倒入豆芽和青红辣椒一起炒 接着加盐 生抽 蚝油 白醋 炒豆芽加的白醋 口感会更脆嫩 刚炒均匀后再继续炒一会儿 黄豆芽没有绿豆芽容易熟 尤其是没有焯水的话就要多炒一会儿 完全炒熟后再盛出来 我们的爆炒黄豆芽就做好啦 清脆爽口 特别适合现在的季节 自己发的豆芽健康放心 吃起来也感觉格外的鲜嫩一些